张雨琪真是太虎了 当年被传和汪小飞护山耳光 脚踹王安全车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头顶顶着个虎字的社会 我其姐又在家庭生活中贡献了新的动作戏码 刀砍原巴原背 事情是这样 26日网上流传出一张派出所处理案件的截图 上面写道张雨琪与丈夫袁巴原因为家庭所事发生争执 并引发肢体冲突 过程中张雨琪用水果刀将袁巴原背部划伤 但是张雨琪否认了持刀行为 派出所民警到场后没发现有持刀情况 也没找到袁巴原所说的刀具 之后就将两人带回派出所 以家庭纠纷进行调解处理了 最新的信息是 黄埔警方称袁巴原是24日报的警 目前案件还在调解中 网传截图未真 目前张雨琪方面的工作人员一直未接听媒体的电话 也未做出公开回应 不过网民肯定是又炸锅了 有人说瞬间被人狠话不多的奇解圈粉 也有人说王安全这下真的是安全了 当然也有质疑怎么能这么泄露个人隐私的 而且凑巧呢 汪小飞又在这个时候晒出和大S的合影 并配文 平平淡淡才是福 结果网友又调砍说 怕是庆幸当初没和他走到一起吧 要不现在受伤的就是自己了吧 但现在明明还没确定谁先动的手 只知道报警的是南方 怎么就能确定家暴的是琪姐了呢 网民调砍的石门我琪姐又美又霸道 打人还用挑时候吗 这话是不是说的太早了点 但不管家暴的到底是谁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张雨琪曾经亲自盖章的这段婚姻 的却没有对外的那么美好 甚至极有可能早已经千疮百孔了 当外界各自带着调砍 质疑或者赞叹的雨琪说出社会我琪姐 人狠话不多 很少人可能想到的是 这份霸道的打女主人设带给张雨琪的 到底是实吗 这又到底是张雨琪的牌架 还是她的软肋 爱情戏演成了动作戏 张雨琪头顶果然刻了个胡子啊 张雨琪的爱情故事似乎演到后来 似乎总是动作戏收尾 她当年和汪小飞是爱过 张雨琪在公开采访中也承认过的 实际上承不承认也一样 因为在很多小花旦恋爱都在地下恋爱的当年 才20出头的张雨琪就赶在机场和男友抱着热吻 还被媒体拍到了 但也曾被抱与汪小飞生气时护山巴掌 后来有一个自称是张雨琪助手的人在网上爆料 张雨琪脾气火爆 圈内人都知道 她和汪小飞吵架的时候 曾是过在家里对抽耳光 我也曾经跟她吵架 后来汪小飞知道了 给我发短信说小张性格比较强 叫我不要怪她 说她也有同一个难题 但爱得这么炽热的爱情是很容易将燃烧快速燃尽的 两个人爱了不到一年两人就分了 汪小飞宣布和大S领证的第二天 张雨琪在微博上表示了祝福 同时表示两人已经有段时间不联系 还是那个干脆利落的张雨琪 后来再没有见二人在公开场合同台 但也从未表达过对对方的不满 张雨琪与许多同样性格火爆女星不同之处在于 相爱的时候爱得炙热 分手后却能云破天青 既无羁绊也无拉扯 保持着一份干净的体面 下一段感情是和导演王全安 两个人是因为白鹿原定情 当时是张雨琪主动追求王全安 张雨琪还曾直言第一眼看到对方 就认定他是孩子的爸爸 两人也曾甜蜜过一阵子 但接下来就是张雨琪被拍到 当街街街停王安全的车排路踹王全安车门 当时媒体报道的是 某天晚上张雨琪驾驶一辆路虎车出现在北京四环路上 旁边停着一辆Coopers车 张雨琪下车之后直奔Coopers隔窗和车主交涉 进拉对方的车门 后来又到副驾驶处拍打玻璃要求打开车门 但车主就是不开门 最后张雨琪再度强拉右后车门未果之后 完全不顾明星形象直接上脚踹车门 然后独自开车离开了 这个故事之后 就是著名的张雨琪从容面对王全安连环逃色事件 然后回归单身 到了2016年 张雨琪又在因为商务活动中结识袁巴元 虽然袁巴元被前女友控诉为其生女后遭遇抛弃 以及传出她个人财务上评传赤字 女方还在社交平台上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 称张雨琪是在拿自己的幸福 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但张雨琪是站来出来力挺袁巴元的 后来大家都担心嫁错人的时候 她高高欣欣说自己怀孕了 到了去年11月生了个龙凤胎 照片是经纪人在朋友圈发的 这样一个风风火火虎气逼人的张雨琪 爱情故事从此顺风顺水 你信吗? 反倒是像现在这样 和袁巴元开打打到南方去报警 这才像张雨琪会去做的事情吧 胡女人设是张雨琪度过风雨的铠甲 但亦是她的软肋 也有人说张雨琪明明有钱有颜有身材 为什么在感情方面就是这么不顺呢? 但这也许就是张雨琪虎气人生的宿命 对待感情 张雨琪一直好像是左手摆链钢 右手绕纸柔 又像是火山爆发 感情来的时候岩浆喷涌 感情过去了 火山冷却不会有一丝纠缠 但火山依然是火山 火只是被葬住了而已 当年和汪小菲热烈的爱情过去后 张雨琪说的是 我不过是经历一次失败的感情 我也没失忆 也没失声 一切都很好 但汪小菲和大S的婚礼过后20天 张雨琪就晒出8.688克拉的钻戒 这个虎气的女子 是一辈子不肯输的 之前张雨琪上 奇葩说 当时的议题是 如果伴侣向你建议说 大家都表示available 你接受吗 张雨琪撂下一句 善她一个耳光走人 这不就是人间所称的渣吗 杨超越说起 曾有闺蜜收到10块钱的香水做情人礼物 她不屑的一笑 如果有人这样 价格的礼物给我 不等于送命吗 余光一扫 狐气逼人 还是这个张雨琪 一脸假笑的告诫珠珠女孩们 一克拉以下的钻石都是碎钻 不值钱的 整个娱乐圈 似乎也只有张雨琪 把这种的虎从本姑娘的爆脾气变成了独特的人设 但最难的地方是 她是真的可以做到言行永远与人设一致的那种人 即使被船所托飞人 张雨琪依然在社交平台上晒与妓女亲密 晒私人飞机 又高调升下龙凤胎 产后火速兽身上 吐槽大会 其实是大声告诉整个世界自己没嫁错 王全安被抓 正在纽约盲时装周的张雨琪 在新闻事发后 当天晚上发声明如下说 谢谢关心 坦白面对共同承担 之后工作没停 代言 电影一切照旧 等王全安状况稳定之后 马上离婚 这种性格当然成就了张雨琪 但狐女人设是有代价的 狐气意味着人狠话不多 意味着彪悍勇猛的 意味着从不能哭诉 可以狠 但绝不能软 这种人设的好处是始终保持彪悍 输人不输贞 任何时候都有气场在 但缺点是也不能放下身段去求舆论的共情 有苦只能自己厌 张雨琪当然是打破了女明星的刻板印象 也拥有的一种果敢绝断的美 但这种人设副作用 就是她的每段感情都让人感觉 感何称 从汪小飞 王安全到现在 她的情路几乎是一路赶着向前 总是吃瓜群众还没回过神 她就又开始下一段感情 怀孕 生子 成了母亲 但当感情被质疑 又能看出她呈现出力挽狂澜的硬气 依然在维持人生赢家的大女主姿态 但又似乎越急越感 越无法找到对的那段感情 这个世界最深层的性别不公平在于 总有人想看着虎气的女子滑落 太多人都说张雨琪欲人不输 其实未尝不是带着看笑话的心理 但看男人眼光不准不是女人该被骂的理由 该骂的难道不是世间渣男太多吗 即使爱情戏演成动作戏 我也不认为张雨琪真的输了 也不认为任何人有资格评判张雨琪的人生 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人生便是如此 但她是真的可以把人设活成人生的大女主 那么便笑骂尤人好了 虎女人设是她的铠甲 也是软肋 但只要活出自我 是软肋是铠甲都没所谓 她永远是那个虎虎声微的张雨琪 而比起她和圆八圆的爱情故事后是如何 我其实更关心另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有人找她去演 水虎里的孙二娘 有惨 热气 an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